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去珍惜,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进入你的生命里。 有些人的存在就是一种教训,会让你看清什么才是值得的。 不管什么时候,都要认清自己身边的人,和值得的人相处。 都说世上最奢侈的东西大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,但又与别人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有的人会给你带来希望,有的人会给你温暖,但有的人会给你带来伤害。 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后不久有人才,挡了他大哥管莫贤。 当谭吉弟弟取得的成就时,管莫贤忍不住感叹,莫言能有今天,除了努力和才华,就是每一步都能遇到贵人。 人生最幸运的是,莫过于每个阶段都有能帮你一把的人出现。 在你生命中的这三种贵人,遇到了,一定要牢牢抓住。 一迷茫困惑时鼓励你的人,1984年,莫言刚刚开始写作那段时间,他虽然在小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小说,但作品却毫无反响。 他一度产生自我怀疑,或许自己真的没有天分。 就在他想着是否要继续坚持的时候,著名作家孙黎突然找到他,言语间毫不吝啬对他的赞赏,甚至孙黎先生还特意写了一篇评论说。 去年的一期,莲池登了莫言的一篇小说,题为民间音乐,我读过后,感觉写得非常不错,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。 以孙黎在文坛的地位,可以说是一言九鼎,得到他的肯定,莫言备受鼓舞,彻底打消了转行的念头,一心扑在写作上。 有句话说得好,最好的千里马也得遇到伯乐,只有收到肯定和鼓励,你的潜力才会被充分发掘。 那些在你困惑时能够认可你并鞭策你的人,都在为你的人生推波助澜。 当你迷失了方向,最可贵的便是依然有人相信你,激励你往前走。 1961年,汪曾祺结束三年的劳动改造,本想回北京继续工作,不料原本的单位却拒绝接收。 怕,他只得继续留在乡下。 那段时间,他不知何去何从,整天坐在书桌前发呆,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 老师沈从文听说后,立即给汪曾祺写了一封十二页的长信,信中勉励他要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,能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,只要不停下笔,总有一天他的才华会得到认可。 说到老师对自己的鼓励打气,汪曾祺非常激动,第二天,他就重新拿起笔投入到创作中,最终,他成为了当代小说大师。 作家胡树心说,在生命的艰难跋涉中,别人一句简单的鼓励,往往就能给你无限的动力。 始终鼓舞你前进的人,永远能够看到你身上的闪光之处,在你忍不住退缩时,他会给你前行的勇气。 而当你陷入困顿,他也从不吝啬对你的支持,给你信心,和他们在一起,你才能在低迷中把握方向,永远保持向上的姿态。 二,遭遇困境时帮助你的人。 俗话说,锦上添花意,雪中送碳难。 人生最难得的遇见,不是在得意时为你添砖加瓦的人,而是在困难时愿意伸手拉你一把的人。 穆岩曾在散文中讲过一件往事,他在北师大作家班研读时,有一次父亲打来电话,说老家房子出了些问题,需要重新翻盖,家里缺少劳动力。 墨岩只好马上买票,坐火车赶回家。 由于走得匆忙,他廉价都忘了请,这一走,就是一个多月,连续缺了五次专业课,时任文学院院长。 周爱若知道墨岩缺客,十分生气,打算开除他以示惩戒。 听到消息后,墨岩非常紧张,连夜赶回学校。 要知道,一旦被开除学籍,他不仅不能获得学位,还会产生人参污点。 他向教务处解释缘由,申请补驾,却都无济于事。 无奈之下,他只得找到自己的导师佟庆岭,诉说自己的苦衷。 佟庆岭听后,大手一挥,向墨岩保证说,旷客当然不对,但毕竟家里有事儿急,也算情有可原。 现在,培养一个作家不容易,你放心,我给你顶住,下次别再犯就好了。 在佟庆岭的力争与坚持下,墨岩认认真真写了检讨,最终保留住了学籍,顺利毕业。 有句诗说,过路逢贵人,负鸡飞来时一个人。 最大的幸运就是在遭遇不顺时,遇到肯为你排忧解难的人,他们在你落魄时伸手,在你穷困时帮扶,助你渡过黑暗,跨越艰难险阻。 正因为有他们的铺路搭桥,你的人生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。 锦上添花的人多,雪中送炭的人少,那些曾经帮助你的人应该记住,但是那些能对你不离不弃的人,更值得珍惜。 都说穷在闹市无人问,富在深山有远亲。 一个人能够在你最落魄的时候,还默默陪伴,还能一直守护在你身边,这是很难得的。 人性大多数都是考虑自己的,能够真正考虑你的人是一种幸运。 我们这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,有的只有经历一些事,才能看清一些人。 当你真正经历挫折和困境的时候,你才能看清一个人真实的样子。 那些能够在大雨的时候为你撑伞的人,才是你人生的贵人,值得你去珍惜。 三取得成就是,批评你的人很认同这样一句话,吹捧你的人是你今天的朋友。 明天的朋友,明天的朋友,只有一心为你着想的人才敢于批评你,如实指出你的不足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,莫言发表了《红高粱》,被誉为是当年文坛最大的收获。 两年后,由这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石奖,这让原本极其无名的莫言一下子在圈内圈外都获得了很大的知名度。 然而,在荣誉扑面而来的时候,莫言也开始浮躁了起来。 他写小说时,越来越喜欢炫技,魔幻色彩逐渐浓郁,浅词造句也变得尖声晦涩,让人很难读懂。 很多评论家碍于莫言的名气,都不敢批评。 这时,好友朱向前看不下去了,直接发表了一篇八千字的批评文章,通篇言辞犀利,一点都不留情面,直言诺言迷失了自己。 文章发出后,瞬间引起评论界轩然大波。 朱向前原本想着自己跟莫言的关系,可能就此彻底破裂了,直到几个月后,在一次研讨会上,他偶遇了莫言。 他本想着回避一下,没想到莫言走过来,主动开口说,你的那篇文章我看过了,写得挺好。 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,有教义的,以后你还要多批评。 果然,之后莫言的创作慢慢变得朴素好读,思想性也大大增加了。 正如古人所言,良药苦口利于病,忠言逆而利于行。 人很容易在鲜花和掌声中迷失自己,只有批评你的人,才能帮助你认清现实,看出问题,整天把你吹上天的人,往往最后越喜欢看你笑话,真心为你好的人,才会在你得意时甘愿得罪你,也要指出你的缺陷,希望你改进,变得更好。 人生路上多交些,敢于批评你的正友,便能少走些弯路,多出点成果。 很认同这样一段话,人最大的运气不是捡到钱,而是某天你遇到了一个人,他打破了。 你原来的思维,提高了你的认知,带你走向更高的境界,这就是你人生的贵人。 人生之路,道足且长,最幸运莫过于每一个关口都能遇见度你一成的人,他们为你指点迷津,排忧解难,帮你辩清方向,助你走得更稳更远。 正所谓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,那些在低谷时以你前行的贵人,请好好珍惜,深交一辈子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你之所以失望,只是因为你太在乎。 记得很久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,它其实没那么喜欢你。 在这一部号称女生必看的电影中,有一句经典台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猫喜欢吃鱼,可猫不喜欢游泳,鱼喜欢吃蚯蚓,可鱼又不能上岸。 上帝给了你很多诱惑,但不让你轻易得到。 但是总不能流血就喊痛,怕黑就开灯,想念就联系,我们最多也就是个有故事的人。 所以,人生就像蒲公英,看似自由,却身不由己。 人生往往如此,生活也罢,爱情也好。 很多时候都不能由自己决定。 而越是在乎的人越难幸福。 因为简单的在乎儿子,也许意味着你要活成别人想让你活的样子,也意味着你根本不能坦然地面对生活,更意味着你的每一步都要受到外因的志愿。 正如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,松子在乎生命中的每个人。 想要得到对方的爱,想要得到别人的关心,最后的结局是在追逐中老去。 到了最后,也不知道自己该要的是什么。 因为他不知道人想要变得幸福是从不在乎开始的。 一、越在乎别人越为难。 很多人都错以为自己的在乎只是爱的表现而已。 毕竟如果自己没有动心,肯定不会在乎对方的一切。 所以在自己在乎别人时,会因为对方的不珍惜而感到失望。 但事实上,当你太在乎一个人,并把这种情绪强加到对方身上时,你的在乎就等于爱的枷锁。 你爱得累,对方承受得也不容易。 好比感情中,有些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,就是我为了你。 似乎自己的这种,为了对方,已经是莫大的牺牲。 像这种牺牲,说白了,都是自愿的。 既然是自愿的,又为什么要让对方给你相同的回报? 你在乎一个人愿意为了对方放弃自己的爱好,放弃了自己的工作,放弃自己的梦想。 但你原本该做的是守护自己,若是把你的牺牲都怪在别人身上,那个承受的人往往也承受不起。 所以才有一个人越好,被爱的人越累的情况。 二越在乎自己越为难,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注定只能做好某一件事,甚至只能抱有一种目的。 正如苍阳家措写道,事先安得两,成全法不负如来不负清。 所以,当你太在乎结果,太在乎别人的时候,最先为难的就是自己。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。 小时候的松子,由于妹妹的身体比自己弱,从小觉得自己得到的父爱太少,于是不惜为难自己去博得父亲的关注,父亲希望他成为老师。 松子放下自己的爱好,却当了老师,却因为太在乎学生对自己的看法,包庇坏学生的过程中,丢掉了自己的工作。 因为自己的不如意,回家和父母争吵的孙子愤然离家而去,开始了自己被嫌弃的一生。 爱上第一个男人,借钱养对方,向弟弟撒谎要钱,却得到的是对方更加过分的要求。 爱上的第二个男人,明明是对方辜负了他,他却把这种错怪在自己的身上,当一个人什么都在乎,甚至连自己不该在乎的都格外。 在乎时,往往会发现自己的戾气,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想法。 最容易累的人先是自己,做人就要听从自己的内心,该讨好的人,你要用心去讨好,不该讨好的人,给他一张冷脸就好,不必委曲求全。 对于那些生命中最重要的人,我们一定要努力地讨好,但是却不必去迎合。 比如我们的父母,另一半孩子,我们的家人,爱人,这些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为了让他们快乐,我们不妨去讨好一下,经常买个小礼物啊,来个小惊喜啊,或者一些甜言蜜语,都能够讨好到他们。 为了他们,我们做什么都可以,因为血浓于水,没有什么能够比亲情还贵重。 对于不该讨好的人,我们不必费力去迎合,去顺从,因为你注定无法讨好所有人。 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,三不在乎的人才会幸福。 小时候,如果你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乖乖小孩,总会有一些人说你太老实,以后混社会肯定不行。 如果你顽皮好动地做一个活跃的小孩,总会有那么一些人说你小时候就顽皮,长大了肯定管不住。 无论你怎么做,总会有人说你的不好。 上学时,如果你是一个成绩优秀的三好学生,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会说,上学没用,高分低能。 如果你是一个成绩落后的差等生,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会说,学习都不行,以后肯定混不好。 你二十四岁时谈男朋友,有人觉得谈男朋友有浪费时间,应该直接结婚得了。 你埋头读书,有人觉得你是书呆子,你买奢侈品,有人觉得还不如把钱捐给社会养老院,你去旅游晒照片。 他觉得你狠装,你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尽职。 有人撇撇嘴嫉妒。 恶心的人会说你和领导有不正当的关系,除了爱你的人,真的不要听任何人的意见。 无论他是领导还是长辈,如果做大家都喜欢的人的话,这种人是奴才。 人想要生活幸福,万事如意,一般只有一个方式,自己满足自己。 不依赖于别人,这种不依赖需要的便是学会不在乎。 所谓的不在乎,不是你爱一个人时和没爱一样,也不是对什么事情都不再抱有希望,而是学会权衡在乎的度。 好比你爱一个人,你可以在乎对方,这是爱,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。 但是这种在乎不是委屈自己,也不是破坏自己的原则,越过自己的底线,而是在乎别人的时候,更加在乎自己。 对于这种度的掌握,刘嘉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和梁朝伟相恋时,刘嘉玲不在乎的是传出来的流言蜚语。 不在乎的是别人说梁朝伟爱的是张曼玉,不在乎的是梁朝伟偶尔喜欢独处,因为他知道他喜欢的是梁朝伟这个人。 既然如此,流言蜚语没什么,而他能做的是爱的时候,好好去爱,至于对方会不会走,不在自己的可以决定的范围内。 既然无法控制别人,管好自己就是一个人的首要义务。 刘嘉玲对自己的在乎从来没变过,在乎自己事业,在乎自己的朋友,也在自己的未来,所以有了梁朝伟的刘嘉玲可能会更幸福,但是没有了梁朝伟的刘嘉玲也落魄不到哪里去,不把自己所有的希望。 寄托于别人身上的时候,才不会害怕失望。 张晓贤曾说,卑微的爱,无法爱到地老天荒,他总难免会有终结的一天,然后就不爱了,然后就明白爱不是一种施语和乞讨。 爱你的,又怎么舍得你卑微? 真正爱你的人,从不卑微,因为不管他们爱上了谁,都会知道不管自己有没有人爱自己,一定是最爱自己的那一个。 也只有这样,才会在你守着自己原则的时候,有人陪你守,会在你在乎自己的时候,有人和你一起在乎,会在你爱自己的时候,有人更加地爱你。 所有的感情都应该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,首先自己要保证的就是哪怕没有那么多话,自己也能幸福。 喜欢三毛说过的一句话,没有人能够气你,除非你自暴自弃,因为我们是属于自己的,并不属于他人。 懂得爱自己的人,无论何时都有人爱,只会依靠别人来爱的,只能央求于别人。 然而,别人对你的感情注定是无法决定的,他们可以爱你,但也可以突然不再爱。 这不是你在乎多少决定的,也不是你付出多少决定的。 所以,希望你能明白,人真的想要变得幸福,但从不在乎开始。 最起码,你要保证自己对自己的在乎程度。 远远超过对对方的在乎程度,毕竟有些事不是你在乎就够了的。 甚至有些时候,你越是在乎,便会让自己觉得无助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人在社会上混,免不了要和别人打交道,身边的人是敌是友,宁缺无赖,别以为狐狸和狼也能交心。 很多人以为心有城府的人就是一直很安静,在一旁看别人做什么,然后像独虫一样冷不丁冒出来伤害别人。 格言集仅有这样一句话,是友追蓝即未亲,胸有城府天地宽,城府本身是一个人的格局和胸怀,只是有的人走了极端,把城府的负面效应放大了,掩盖了其优点,过度的城府需要多加防备。 因此,人既交往的,时候要扬长避短,避时就虚,要把握城府过深的人的特质。 一、暗示别人,指向阴暗。 心理学上有一种暗示效应,也就是用含蓄、抽象、间接的方法诱导别人去做某件事,并且这件事是和暗示者的主观意志相符合的。 不费一兵一卒,不花一分钱就把事情办妥了,真是高明。 战国时期,苏秦刻苦读书,然后得到了燕文公的伤势。 为了让燕国长治久安,他想到了联合周边的国家一起对抗秦国,避免秦国一家独大,肆意妄为。 苏秦去了韩国,希望韩宣王能够和他达成共识,和燕国、赵国等结成好友关系。 当时韩国和秦国走得很近,并且韩国的。 直力不弱,秦国是不敢贸然进攻的。 苏秦说,韩国的军队很厉害,有几十万人,兵器也很先进。 可是,韩国一旦和秦国变成了盟友,那么秦国就会借机会把军队、思想等渗透到韩国来。 假以时日,韩国就变成了傀儡。 韩宣王勃然大怒。 他一个大王,怎么能够随意地俯首称臣呢? 很危险。 苏秦放大了韩国和秦国之间的矛盾,暗示韩宣王未来的局势不容乐观,必须找到实力相当的盟友。 生活中暗示效应无处不在。 比方说,某个人要上山采蘑菇,邻居知道后告诉他今天要下雨,于是乎他决定明天再去,邻居抓住机会,抢先一步,抵达山间,把蘑菇全部采摘。 点了。 还比方说,在考试的前一天,不怀好意的人故意说这次考试非常难,老师也没有把握重点,以此干扰别人的情绪,让别人的成绩变差。 相对来说,自己稳住了情绪,成绩变好了,听到暗示的话也一定要谨慎,也许别人是玩心理战术控制你。 二,挑拨离剑,做山关虎斗。 孙子兵法里写道,兵者,鬼道也,故能而视之不能,用而视之不用。 自古以来,兵不厌诈,能够让你看透的计谋不算高明,城府极深的人,他总是比你考虑更加深远,也更能抓住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害。 比方说,你和某同事因为工作的事情吵了几句,身边的另一位同事故意在你耳边说狠。 多关于对方的坏话,让你与人交恶,进一步积怨。 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坐收渔翁之力,因此他们希望自己的对手常常处于混乱的局面,和人争斗不休。 人生在世,需要面对无数次关于是非,关于对错的分辨,有些可能还非常复杂。 如何出色地进行这些分辨,就对我们的判断力提出了要求。 遇到一件事时,我们一般会有三种反应,一种是完全相信,一种是完全怀疑,还有就是将信将疑。 有些人缺乏自己的判断力,总是被别人的观点左右,并在此基础上行事,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 因此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自己的判断力,既不要无端猜疑,也要有一定的预见性。 我又明智地,思考和正确地判断,才能成功应对复杂局面。 三,非常虚伪,八戒权贵。 清朝时期,和珅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皇帝身边的红人,并且他能够得到无数的钱财,也不会被发现。 和珅的高明之处就是阿谀奉承,能够为主子分忧,两面三刀的人品特别明显。 当主子离开之后,他马上耀武扬威,摆起官架子。 比方说,和珅得知皇帝效力太子,他赶紧说皇上圣名,高瞻原主,深思熟虑,自然是非凡。 而他却心智短浅,也猜不着皇上的真意,通过对比贬低自己,也讨好了皇帝。 还比方说,在上朝的时候,和珅说他最近在琉璃长谷玩铺看到一个苏东坡用过的古宴台,于是毫不犹豫买下了。 送给皇上明目张胆的送礼,不仅是虚伪,也是智慧,让身边的人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。 城府很深的人,他懂得接天线才有用,接地气是用处不大的,这也符合人往高处走的规律。 但凡和高人走得很近的人,你要小心,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范围,你的错误会被他利用,借助高人的实力把你压下去,同时他也是大树底下好乘量。 四、暗中打听别人的情况一般来说,别人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联,无需去打听,就算知道了也不会记在心上,忘记了才好。 城府很深的人,却喜欢打听别人的情况,并且是暗中打听。 比方说,别人在聊天的时候,他就在一旁听着,默默地记着,却从来不会,去打岔,也不会发表自己的见解。 为什么要掌握别人的情况,多半是有目的的,或者是抱着一种知道越多越好的心态,想要从中抓住别人的把柄,关键时候可以制服别人。 我的同事阿明平时做事很老实,也不喜欢讲话,但是他喜欢凑热闹,不管谁在闲聊,他都假装很感兴趣,凑过去听一听。 上个月,我们单位空出了一个市场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,有几个同事都想趁机会占有这个位置。 到了月底,人事部经理宣布阿明提拔为市场部办公室主任。 结局真的很意外,有知情的人告诉我,阿明抓住了人事部经理的把柄,人事部经理担心他外转,才决定提拔阿明的。 我不知道阿明被提拔的事情和人事部经理有什么直接联系。 但是认真想了想,阿明这个人真的令人担忧,他对单位里的事情掌握得太多了。 俗话说知己知彼,百战百胜。 如果你掌握了别人的事情,也知道了自己的分量,那么你与别人交手的时候,往往能够胜出。 因此,城府很深的人就善于利用这一点帮助自己。 古物修炼,自己,伺机而动。 城府很深的人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目标,也不会展示自己的行动。 他就像冬眠的动物一样,丝毫也没有攻击力,甚至会假装成老实人、穷人,让自己不成为焦点。 在他羽翼未封的时候,被人碾压了,也不会随意反击,而是忍辱负重。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 诸葛亮曾经说,至当存高远目先贤绝情,欲气凝制。 做人应该有远大的理想,而不是只顾眼前的利益,把别人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,控制住欲望,并且清扫一切障碍因素,才能成大器。 重福极深的人,最终目标无非就是得到金钱和位置。 只是他采用的手段更加隐蔽,学识结合让人迷糊,不容易察觉。 当你察觉到他要做什么的时候,他已经成功了,谁都阻挡不了。 古时候,有一头驴子被带到了前地,当地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动物。 一只老虎走进驴子,被驴子的声音吓了一跳。 后来,老虎发现驴子对抗外敌,只会登退,于是就把驴子吃了。 做人不能像驴子一样,随随便便就能被别人看穿,要善于掩藏自己有巨大的忍耐力。 从臣服很深的人身上看到优点,加以学习,摒弃他的一些恶习,保持警惕。 人要在社会上混出名堂,就要把握心机的制度,别自作聪明。 愿你我防人不害人,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在炫富,以至于让很多人乱了脚步。 谁谁谁买名牌了,谁谁谁买豪车了,谁谁谁买豪宅了,谁谁谁赚钱了。 每天都有一些天花乱坠的东西,迷糊着我们的双眼,冲刷着我们的金钱观。 每个人身处这个世界,都会有不同的金钱观。 有的人反感省钱,认为会花钱才会赚钱,有的人反对存钱,认为钱存在银行也会贬值,有的人是财如命,吝啬抠门,有的人财大气粗,挥金如土。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。 每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也都不同。 那么面对这离不开金钱的人生,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金钱呢? 一、省钱不可耻。 格力董明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,董明珠的儿子为了坐一元钱的公交车多等半小时,两元的公交车虽然还有空调,但是同样的路程没必要多花那一元钱。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多一元钱的事,其实一元钱背后是一种习惯和美德。 省钱并不可耻,挥霍才是最大的犯罪。 如今时代,生活条件逐年提高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,有点钱的爆发户开始显摆,为了彰显自身财富,开始过着挥金如土的日子。 其实,这种人越是高调,内心越是空虚,相反。 另外一部分,越有钱的人越是低调,表面代替不了内在。 也许喜欢浪费的人不一定富有,可能是喜欢高调奢华,刷存在感而已,也许节省不一定是穷,可能是理解生活更多一些。 对于生活在这个地球的人来说,如果饭馆多点几个菜,洗手多放点水,多开几盏灯,多开几次车,短期来看没有浪费多少。 如果长期或者加大量级,每个人都这样做,那么这一点点的浪费乘以中国14亿人口,那么这个数字就是相当庞大的数据。 反之,如果每人节约一点点,节约的资源也相当可观。 金钱也是一样,没有金钱的累积,哪来财富的诞生。 在我小的时候,村里有一个现象,就是喜欢攀比,如果想做到省钱,那还必须有一个,个强大的内心。 那时候因为父母都很忙,没有时间买菜做饭,每天都是我自己上街买菜。 上街的时候倒没什么,可上街回来路过村口大妈家,那就尴尬了。 只要买的菜稍微差了一点,大妈就会过来指着点点,就吃这样的菜啊,肉都没有买,你怎么不买好一点的菜啊,怎么这么省? 听到大妈这样的言论,我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,仿佛一瞬间我感到省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,叱咤了一点都不好意思。 在村上活着长大后,我问自己,省钱真的可耻吗?答案是否定的,浪费可耻,节约光荣,这是我们上小学就学过的道理。 当我们有钱的时候,也许不必考虑省钱这个问题,可是当我们还没有多少钱的时候,省钱就是成长的第一步。 因为省钱,我们才能完成最初的积累,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。 假如我们每天省十块钱,一个月就三百一年就三千六百块钱,这省下来的钱完全可以用来干一些其他的事。 当我们遇到机会的时候,身边有钱,才有更多的可能。 省钱不可耻,省钱是为了能存钱,是为了迎接一个更好的自己。 二、存钱很光荣,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。 一个人开始步入家庭,就会懂得开门七见识,柴米油盐酱醋茶,样样都离不开。 钱看似都是小钱,可一个月下来,东一笔西一笔,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大树木。 有多少钱,花多少钱,吃了这一餐,不管下一餐,奉行所谓一个人吃饱,全家不饿。 其实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。 学会存钱,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兜底,为全家筑起一道抵御风险的防火墙。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,一个90后女孩工作两年,基本达成了存款十万的小目标。 因为家里穷,女孩什么都只能靠自己,她只能一点一滴地把钱扣出来。 她从网上淘了一个小豆浆鸡,一百多元,搭配上从超市采购的各种豆类早餐就解决了。 中午在公司吃,节省了不少钱。 晚上,她会吃一碗七元的兰州拉面,或是一碗九元的油泼面。 有的时候,选择自己蒸饭,搭配一些小菜,一顿饭的成本也控制在五元以内。 偶尔也会下个面条,一包七元的面条够吃七次,每次随机加上鸡蛋、青菜、火腿,算下来一碗面不到。 两元 生活上,她节水节电,日常洗手洗脸的水用来冲厕所,洗衣服的水用来拖地。 穿着上基本都在网上买,偶尔也会趁着店里特价处理,买一些适合的服装鞋子。 两年的时间,女孩欣喜地发现自己居然攒够了人生第一个十万。 有人就问了,这种省钱方式会不会太轻苦? 女孩很坚定地说,省钱的过程并不痛苦,因为她有一个目标,她要尽快攒够一套老家房子的首付。 按她这样下去,攒个首付真的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事了。 省到钱就能存到钱,存到钱才能办大事,何乐而不为。 存钱很光荣,存下的不仅是钱,还有未来的一份希望。 朋友的姐姐嫁了个修理厂的工人,姐夫比姐姐大六岁,很是体贴顾家。 两人都在一家车行打工,租住在附近的一户居民楼里,日子过得小心谨慎。 此前姐夫专门修车,每个月的工资都在五千元左右,而今年则被调换到销售部,工资待遇靠底薪加提成。 如果一个月一辆车也没有卖出去,就是一千多元的底薪而已。 姐姐则是一名修车顾问,修车订单都得靠一个一个去联系,去维护。 两人已经在那家车行工作了十来年,算是个老员工了。 可毕竟市场竞争压力大,两人每天都在为拉客户而费尽心思,即便收入并不稳定也不高,但他们依旧坚持存钱,每个月的开支有着严格的控制。 如此一来,两人终于买了一套小户型,还有了自己的宝宝。 虽然日子过得很辛苦,可因为每天都在赚钱,存钱也就有了。 这一份稳稳的踏实感生活,对于谁来说都不是一道可以轻松解答的难题,有的人选择一点点弄懂,找寻解答方法。 就像朋友的姐姐和姐夫,对于他们来说,每一笔钱都来得太不容易,甚至都是靠着求人,而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对更好的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 而如同蚂蚁搬家一般,把赚来的钱存起来,更体现出责任与担当。 也许这一辈子也无法大富大贵,但至少人生还有退路,还有一份从容,这些都是有存款才能获得的底气。 三,缺钱,才可悲这个世界一旦没有钱,我们将寸步难行,没有存到钱的人,一旦走到缺钱的地步,就能体会什么叫真正的痛苦。 记得去年有一次朋友说他老婆的一个表,老弟问他借钱,说是要回家,没有路费,回到家就马上还给他。 当时表弟是问他借五百块钱,老婆也没多想就借给了他。 谁知道后来这笔钱竟然石沉大海,再也没有了音讯,表弟也联系不上了。 后来经过打听才得知,原来这个表弟已经变了,长期混一天算一天,吃了今天不管明天,年纪轻轻的就没有一点长远打算,别说存钱,他现在就连巴尔都不想上了,进而走上了坑人骗钱的地步了。 这人一旦缺钱,后果真的太可怕了,他甚至会让一个人失去心智,走上一条难以回头的不归路。 缺钱的人才可悲,没有钱的日子,我们都将寸步难行。 回头想想,省钱的人真的不可止,存钱的人真的很光荣。 缺钱的人真的真的很可悲,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,是一头驴掉到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废弃的陷阱里,主人权衡一下,认为就他上来不划算,走了只留下他孤零零的自己。 每天还有人往陷阱里面倒垃圾,绿很生气,自己真倒霉,掉到了陷阱里,主人不要他了,就连死也不让他死得舒服点。 每天还有那么多垃圾扔在他旁边。 可是有一天,他的思维发生了转变,他决定改变他的人生态度,确切点说应该是驴声态度。 他每天都把垃圾踩在自己的脚下,而不是被垃圾所淹没,并从垃圾中找些残羹来维持自己的体能。 终于有一天,垃圾成为了他的垫脚石,使他重新回到了地面上。 人的一生总是有许多的不如意,可是当自己面临不如意时,我们应当坚信,任何问题都是有解决的办法的。 就算生活给你的是垃圾,你同样能把垃圾踩在脚底下。 不要还没有开始努力,就已经开始抱怨,不要还没有开始设想未来,就已经确认未来。 你想要好的成绩,就该去努力学习,你想要健康的身体,就该坚持去锻炼,你想要称心如意的生活,就该努力改变自己。 世界上最可怕的两个词,一个是认真,一个是执着。 认真的人改变自己,执着的人改变命运。 与其抱怨,不如改变,改变从每一天的努力开始。 一抱怨,只会让你失去信心和勇气,越来越消极,最终一事无成。 这个世界是用能力和成绩来说话的,跌倒了就爬起来,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。 抱怨有什么用? 能升职吗? 能加薪吗? 能让一切变好吗? 不能。 抱怨,除了让自己生气,让别人讨厌,什么都得不到,还浪费时间。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,不要把本该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力量用到了抱怨上,而应用在改变上。 没有谁生来就是一座正能量的仓库,而在成长中能做好事情的第一步。 不过就是咽下苦,藏起泪,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和尖刺语言,一步一个脚印,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,不抱怨,你就赢了。 生活中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抱怨,有的人抱怨孩子不懂事,难教育,有的人抱怨家人不体谅自己,有的人抱怨付出多而收获少,有的人抱怨上司对自己不公平。 而大多数的抱怨把责任推给了别人,抱怨别人却很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 无法改变现实时,与其抱怨别人,不如改变自己,做好自己。 你自己改变了,一切也会随之改变。 抱怨是一种传染病,抱怨不仅会让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糕,还会把自己的坏情绪传染给别人,让别人也深受其害。 抱怨是一种负能量,抱怨并不能解决问题,反而会成为负面型。 去的温床,越抱怨越是给负能量充电。 有哲人说过,抱怨是最消耗能量的无意举动。 有时候,我们不仅会针对人,也会针对不同的生活情境表示不满。 如果找不到人倾听我们的抱怨,我们还会在脑海里抱怨给自己听。 抱怨是一种负面情绪,不去找出问题的癥结,不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,一味抱怨而不去努力改变自己,不但改变不了现实,解决不了问题,还会让事情越来越糟,更会让人内心没有了方向,没有了光亮。 曾国藩曾说,牢骚太甚者,其后必多益色,盖无故而怨天,则天必不许,无故而由人则人,必不服感应之理然也。 牢骚太重的人,今后的路一定不好走,因为他不会反思自己,不会改进和提升自己。 而他的抱怨,引起别人的反感,会让人静而远之,失败在所难免。 人与人之间,如果开始抱怨,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就岌岌可危了,亲人、朋友、同事之间无不如此。 你抱怨人家一分,别人可能会加倍地奉还给你。 敬人者,人恒敬之,怨人者,人恒怨之。 没有人喜欢和一个爱抱怨的人在一起,与其抱怨,不如把抱怨的时间和心思用到培养和提升自身核心的竞争力上。 作为一个不抱怨的行动者,改变者,有的时候抱怨其实是一种懦弱的表现,与其不断地去抱怨,倒不如改变自己,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 没有人生来就充满正能量,在生活中难免会有抱怨的时候,但要懂得改变自己,别让负能量笼罩在身边。 懂得把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。 与其怨天尤人,不如从改变自己开始,把自己该做的做好,事情就会发生改变,生活也会有惊喜出现。 学会不抱怨,是一个人成长中必须学会的一刻。 改变是痛苦,不改变更痛苦。 在每一次开口抱怨之前,先从自己身上找出原因,是我哪里做得不好,我能不能够做得更好。 慢慢地,你会发现,从那改变,你会没有那么多的抱怨,你的抱怨少了,一切都会变好,一切都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。 在没有抱怨的世界里,我们才会发现沟通原来那么简单,在没有抱怨的世界,我们才会发现,生活原来如此美好,在没有抱怨的世界里,我们才会发现,成功其实离我们很近。 二一个人如果,想要变得更好,那么就应该不断地自我改变。 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说要改变就要跳槽,就是成天折腾,换工作,换生活,换理想,其实并不是说的这样的折腾。 应该来说,改变的意思是人不要太安逸,不要不求上进,不思进取,成天就安于现状,得过且过。 我们应该要让自己的素质不断提高,不断丰富着人生的阅历和知识。 古人都说学无止境,说明人应该要不断地学习,才能够不断地变强大,不断地变得更好。 其实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工作忙,上了一天班,很累了就应该好好地休息,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放松的借口。 有的人工作并不忙,真正想上进的人就是忙,也有时间去充实自己。 举个例子来说,比如,说你在一个公司做文员,文员的工作可能不会太繁忙,每天就是帮助上司打理一些日常的事物,下了班很多时间就可以自己支配。 这时候是否考虑过去学一些新的技能,无论是生活技能或者是职业技能都行,这样其实就是在提升自己。 将来,如果遇到了合适的岗位,可能正就是需要有你学的技能的人才能够应聘的,那这个时候你就比别人更多一种选择,这不是好事吗? 作为一个人来说,休闲放松当然是要,不过能够做到劳逸结合,主动地去改变自己,提升自己。 那么,也许若干年以后,你再回头看看原来的自己,再跟现在的自己对比一下。 你会突然发现,原来自己爬得那么高了,居然比原来认识的一群人高出了不少。 有一句名言说道,好成功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,一个人要成功是要付出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的,而不是等着就能成功。 有多少人能够成功,有多少人能够主动地去改变和提升自己? 应该来说,只有少数人会这么想,然后努力地去这么做,所以这部分少数人成功了。 而大部分的人可能最多也就局限在想这一层面上,让他去改变,去提升,估计就打退堂鼓了。 所以,想要变得更强大,变得更成功,那么就一定要学会自我改变,努力地提升自己,不要总找什么借口拒绝改变。 世界每一秒都在改变,我们为什么就不懂改变呢? 一个懂得改变的人是有上进心,有毅力的人,他们肯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,那么他们自然就更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,变得比别人更成功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谢您的聆听,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深藏不露的人,要么是做人低调内敛,心中有大抱负,要么往往有很重的心机,表面上心如止水,心中却一直在算计着。 无论是哪一种,都是你不能小事的。 子曰,入鲍鱼之寺,久而不闻其秀。 认真想一想,那些要伤害你的人,不是外人,而是你身边的人。 大家相处的时间长了,彼此熟悉,信任,因此做出了伤害的举动,你也浑然不觉。 人有两种错觉,身在福中不知福,身在祸中不知祸。 凡事不能看表面,要深层次思考和观察,甚至要跳出原有的圈子,观察自己,窥视到自己的内心和行为。 将来的同时,用陌生人的视角,来窥探身边人的言行举止,真正做到知己知彼。 通常来说,来害你的人有深藏不露的特征。 不打破原有的思维格局是体会不到的。 一想尽办法对你好的人,其实是在害你。 孔子说,君子亦是而难说也,说之,不以道不说也。 即其使人也弃之,小人难事而一说也说之。 虽不以道说也,即其使人也求被淹。 和君子打交道很容易,但是得到君子的厚爱很难。 外门邪道,不会被君子所接耐的那些小人看起来不好交往。 但是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讨好他,迅速就会高兴起来。 不正当的手段往往是贿赂,腐败和身。 清朝时响当当的人物,巴戒他的人狠。 其中,有一个造苏林欧的人是和身的弟弟的亲家,为了谋得一官半职。 苏林阁反复送礼给和身,还把昂贵的祖传的翡翠盆景端给了和身。 因而和身也多次举荐苏林阁,让其做了东阁大学士。 乾隆让位给嘉庆时,举办了千寿宴,苏林阁也在宴席中。 敬酒的时候,苏林阁对和身说,祝福皇上万万岁。 他把和身当成了嘉姓皇帝,引发了嘉姓皇帝的不满。 也让和身下的大汉淋漓。 和身被抄家,也多少和这件事情有关。 要知道,一直给你好处的人,一定是来害你的人,你得到了钱财,无疑是拿到了烫手的山芋。 要知道,送礼的人一旦有过错,也就得被连累。 送礼和收礼其实是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,不当的礼物就是捆子。 人生的锁绳不要就对了。 二、和你攀亲道顾的人,多是唯利是图的人。 我们一路走来,会认识很多人,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慢慢淡忘,也不会交往了,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,无法把周围的人都请尽生命。 可是,有的人,你不去管他,他会主动找到你,谈起一些往事,说某地见面了,某酒局上喝过酒,还扯来扯去,变成了远亲,头回生二回熟,这样的套路很容易被别人利用。 然后,让你被动地参与社交,扩大社交圈。 元朝时,有一个叫范梦的人,从小就希望做大官,但是没有门路,好不容易混到御史台做了一个小例,却因为工作不得力,被贬到齐县做小例了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范梦得知老同事到河南担任御史。 他赶紧去攀同事关系,被提拔为河南省转世,有了好位置,但是不满足薪水,范梦与霍巴施等人联合假传圣旨,打击了河南一大批官员,提拔他的老同事也受到了连累。 我们是不是有好心办坏事的经历呢? 如果有的话,就应该思考一下,是谁让你如此人世社会上混? 要有这等逻辑,很久不联系的人就不要联系了,非得联系的话,要重新考察他的人品。 有人加入你的圈子,或者拉你进入他的圈子,往往是为了个人利益,或者为了某种害人的想法,不要冒冒失失就任亲戚。 扩展熟人圈。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,圈子要做减法,少一些熟人反而更好办事,自己也不会被伤害。 三一只吹捧你的人会让你变得虚伪。 为什么我们喜欢听虚伪的话? 因为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爱慕虚荣,当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之后,就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,从而停止进步。 举个例子,春秋时期,齐景公任命燕子为国相。 每当齐景公有奢侈的想法的时候,燕子就会当头棒合。 有一次,齐景公把一片竹子围起来,还安排官吏看守,因为他很喜欢竹子,一个农人砍伐了竹子,被官吏抓起来了。 燕子说,人君者,宽慧自重,不身传珠。 爱护百姓是君王的品行,竹子和人命水性水重。 齐景公把农人们放了,也不再安排人看守竹子了。 燕子过世后,齐景公身边的人使劲吹捧,批评的声音消失了。 有一天,齐景公射箭没有上把,周围的人一片叫好声。 晚年的齐景公不能历经图治,导致吴国这样的。 法国都可以欺负他。 为了和吴国是好,齐景公把年幼的女儿少江嫁给了吴王的儿子。 少江每天都思念故乡,痛苦不止。 有道是忠言逆尔利于行,良药苦口利于病。 如果你身边的人一直给你叫好,时时刻刻都记住你的优点,那么你的缺点就会被巧妙地遮盖。 假以时日,你的缺点会被放大,超过你的优点,每当你回头一看时,人生已经败了。 做人要历经图治,那些吹捧你的人本质上是小人,你要远离他们。 历史上,齐桓公年轻的时候有管仲辅佐,任何话都听得见,因此成为了霸主。 但是老年时身边有树雕,易雅等小人,每天吃喝玩乐。 因此,他过世的时候,几个月都不能落葬。 鲁定公接受了齐国送来的。 但美女和宝马因此和大臣们天天吃喝玩乐。 孔子没有了立足之地,只能罢官,鲁国也因此变得弱小。 成于节俭,败于奢靡,所有虚伪的言行都是奢靡的征兆。 让人在温柔的世界里,得到一颗糖衣炮弹,可恶至极啊。 四城府很深的人伤害你最深。 有一部电视剧叫《潜伏》,民国时期孙洪雷扮演的于泽成在重庆做军统,一直收集有用的情报,想办法送给地下党。 他一直没有暴露身份,但是国民党受到了来路不明的打击。 看到了屏幕上的故事,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人,就会发现总有一些人不动声色地了解你的来龙去脉,查探你的计划,从而把有关的信息送给你的对手。 也有些人和你共事多年,一旦闹翻了,就去另外。 家单位做了和你对着干的事情,你利用善于潜伏的人可以得到帮助,但同时要防备别人在你身边潜伏。 俗话说,多情总被无情伤,如果有人借助关心爱护的名义靠近你,不要高兴得太早,要冷静观察一番,不要有任何的错爱。 鸣枪一躲,暗箭难防。 不要认为暗处就是阴暗地带,也许是你眼前晃荡不停的人,拥有一颗阴暗的心。 蔡根坦有言,鹰立如睡,虎形似病,正是他做人是人手断触。 老鹰假装睡着了,样子很温柔,其实他在坐等猎物。 老虎似乎生病了,其实是收回了锋芒,要开始攻击了。 深藏不露的本领,对于要做大事的人来说,就是不动声色的成长,对于要做坏事的人来说,就是让别人饮震止渴。 对于那些伤害你的人,不要随便翻脸,而是因人而异。 无条件爱你的人要保持距离,摆脱控制,潜伏在身边的小人,要让他现行,无处躲避,总是吹嘘你的人别当真,要一笑而过。 甚至可以呵斥他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不管身处何地,都要保护自己,懂得辨别真伪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